我们继续一篇一篇文啊 就是说到六十年代 出毛主席的思考中 连这个什么人民监督政府 然后什么党的自我革命 在毛主席里面都已经 这都已经 是落后的东西了 都不是真正的 民主的心路 都不是民主的真正的意义 不是共产党 和新中国这个政权 避免人亡正习的 政大 政图 因为都尝试过了 那么呢 到了 文化大革命前 毛主席关于产党专政下体育革命理论的思考 基本就成熟 他就联系建国之后 有了政权 但没有经济权 没有教育权 没有文化权 那时候都在 就是过来那些人的手里 那些一个又一个的阶级的手里 然后包括什么 他就联系到了最深刻的 他就 由外到内 他就开始 看看他自己这个共产党 那么 用毛主席最经典的论述是什么 就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已经混进党里 政府里 军队里 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 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手里 党内走资本领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他有一条 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的什么 过去有各种斗争 就包括让人民监督政府 这种斗争解决不了问题 包括党的自我革命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 公开的 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 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 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夺的权力 重新夺回来权力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以后还要进行夺策 这就是毛主席到晚年 共产专政理论 思考共产专政下 基于革命理论的进随 我以前说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大的发展和贡献 所以才涉及到了权力的问题 就被走资派 被党内的走资主义 或者腐败分子 或者说什么 被他们篡夺的这些领导权 必须 人民群众必须夺回来 所以就是经过了六年六六年 大半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 到六七年一月份 一月风暴 黑龙江第一个夺权的 然后山西 然后上海 但上海搞的是最好的 并且上海的主体是工人阶级 所以一月风暴 全国夺权 毛主席高兴的不得了 毛主席说什么 毛主席说这样好 以前是解放军解放人民 现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解放军从旁协助 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毛主席说这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 这是一场大革命 所以呢 上海造反派的时候 发出紧急通告以后 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什么文革小组 发去贺电 贺电里说 说上海造反派 把无产级革命的 把无产级专政的命运 把无产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 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你有这些个权力了 你把这些个命运都抓到自己手里 当然就开始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了 是不是 所以当期六七年第三期的 红旗杂志的社论 是怎么说呢 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 从上海开始 上海的革命群众 把他叫做伟大的愉悦革命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立即坚决支持 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 革命学生 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干部 学习上海市革命自法派的经验 而一月夺权 一月风暴出 诞生出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 就是革命委员会 作为新的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 革命委员会诞生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最大的权力 是管理国家 这个说人民最大的权力 是管理国家权力 是在革命委员会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中 三结合的这种组织形式中 得到了落实 得到了具体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就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 都有来自人民群众的新鲜血液 老中青三结合 是不是 然后呢 工人农民解放军 其他的这些个 这个这个力量 这些个元素 参与到 这个全国各级政权的管理中 人民群众就开始了 通过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一种新形式 直接的去行使自己对国家 对企业 对文化教育 各方面事业的管理权力 从地方一直到中央 一直到应该说十大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全新的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一个最具象化的场景 就是十大的主席台和十大的会议场 百分之六十多将近七十来自工农兵的代表 包括主席台上啊 扎着这个白毛巾的永贵大叔 包括吴伟贤 吴智福 李苏文等等等等这些人 邀灵魏等等等等这些 那么呢 就是说 真正的实现了工农群众 工农大众 人民群众参与的国家管理 各级政权的管理 所以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如此重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问题 那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才能从一开始就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避免什么 避免管理权的这种异化腐败 工农党你腐败最大的标志和结果就是开始搞修正主义 就开始开历史倒车 就开始不问性赦性资 然后就是打左灯往右转 然后在资本主义的复辟的路上一路狂奔 所有的那些东西不都是这样的结果吗 是这样的结果 你再回头看看 尤其汪汪大命那十年 那个中国的风轻气震的中国是实实在在的 真真实实在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 我还说 那是一个多么健康的一个共产党的机体 我说最多有点狡气也就是小毛病 然后自己兜里还有达克宁 还能治治 有没有那种不革命的老关联老爷 还有 怎么可能没有 但是绝对不可能你想象不出来 在文化大命那样的一个 这个大民主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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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制度之下 大众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政治氛围里面 还可能产生什么比如说现在什么说几大家族什么权贵权贵阶级权贵家族 你怎么可能你没法想象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氛围下啊共产党怎么能有 今天这样的 你想象不出来 然后我就毛主席对于 以毕生的经历对于啊 人民民主啊 这个探索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 是走到了登升造极的这样的 应该说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探索 不仅仅是新中国的探索 它是具有人类意义的 所以那个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时候尽管我们还是在一熊二白记录上刚建设二十二十多年我们还不是很富裕 还不是多么的发达 是不是啊都一切都在起步 一切都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 但是呢 我们毕竟还是一个贫穷的落后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那个时候的新中国竟然能够与美苏三分天下有其一 中国那时候靠的更大的不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而靠的是自己的软实力 那么这个软实力就包括那个时候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 用马尔罗尼的话说 啊不是马尔罗尼啊 就是 小小特鲁多 江大县那个总理特鲁多他爸我老特鲁多 啊七四年七三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怎么说 那尊敬的马尔罗尼周总理 你们探索的这样一个国家形式 你们让人人都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 说啊 加拿大人民为什么尊重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在 是做着未来的事业 你们做的是未来的事业 你们做的是 也代表了人类的未来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好 中国人民也好 包括这个新中国 在世界上这种道义的力量 他不得了 简直呢就是应该说这个无论美和苏 为什么当时如此忌惮中国那个时候 啊 就是因为中国站在了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上 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 亚非拉美 众山头皆想 就到这个份 就到这个程度 所以你才有了七十年代中国的所有突破 七十年代有中国的七五宪法 有十大那个主席台和那会场 还有什么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歌猛进 还有什么 还有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中国的世界地位 走马登上他那时候 什么到中国来 吃烤鸭上登长城 见毛主席 那么 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万年遗产 最宝贵的就是政治 这就是大动民主 这种社会主义 无产级专政条件下的这种大民主 大民主制度 他是完全超越了所谓的人民监督政府的 这样初级的民主形式 完全超越了很难实现的 党的自我革命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那么 天不假年 毛主席76年离开完了 那么呢 五十多年过去了 这中间经过四十多年的邓氏的改开 中国啊 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完全面的复辟 那么我们说 到今天 中国人民还剩什么权利呢 您告诉我 今天我的祖国 我的同胞们还有什么权利 全部给剥夺了 连休息全都给你剥夺了 996不行就007 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正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才有了特色中国 他方式的腐败 权贵集团的形成 快速形成与快速的作大 正是中国人民被剥夺了 一切权利的结果 那么看看今天的中国 在一个维稳的费用超过军费的中国 人民还怎么可能 啊 去管理国家 都不用想都不用想 你就是在一个维稳的费用 都超过军费的国家里面 人民 你怎么让人民去监督这个政府 监督这个党吧 维稳的 维稳的费用的 你连这起码监督权利都没有了 你管理国家权利吃人说梦了 那就是 但是呢 新的领导集体诞生了 然后呢 我们新的领导集体呢 包括带头人 也信誓旦旦 信心满满 已经在自己的先人的土地上 宣了事 又出发了 带领全国人民出发了 带领全党出发了 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 要开启中共的第二个百年 这个愿景 确实很宏伟 靠共产党自我革命 能否实现共产党今日的愿景 我们 视默以待吧 谢谢大家